你看现在人穿的衣服紧身 把衣服包得紧紧 一看好大的压力 不自在 礼服 古人的礼服还轻呢 古时候 这个衣服上都绣花纹 纹张 纹是绣刺 当时他花纹 表示他的身份地位 现在所讲的是阶级 我们这次在日本曾经到过一家中国的餐馆 进在他这个小客室里面 家具大概还是清朝 可能是宫廷里面 这些古老的家具 太思义 一套 我坐上那边都是钓的是龙 扶手是龙 后面穿着也是龙 我就叫人看一看 你看看这个龙 有几个爪 有几个爪 这都大家都没注意到 我提醒大家 细细去观察 每一个龙都是四个爪 四个爪 这就是他表示他的身份地位 清王 这一套家具从前是清王府的 如果皇宫里面 这个帝王是五个爪 这个龙是五个爪 在满前是三个爪 是贝勒 所以这个就是 他们穿的衣服也是一样 都是龙袍 但是那个龙的爪多少不一样 皇帝是五个爪 清王是四个爪 贝勒是三个爪 你在这里就有区别了 文无报官 他的丈夫都表示 他的身份地位 便于行礼 长幽有识 延伸 尊备有识 地位有尊备 地位卑的 向地位高的 要增进 便于行礼